你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不过设定格式化条件之前 请你把你要格式的这一个范围先选起来 包含1月1号到最后一天 所以我的习惯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向右是到最右边 所以这样一下就选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滑鼠键 不过我是建议以后尽量用快速键 比较快 或者你让范围很大的时候 你还要再慢慢这样选 第一个先把范围选起来 也就告诉他说 我这个范围你要帮我判断 第二个是我要怎么样呢 设定一个条件 所以顾名思义 是当某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他就帮你去做格式 所以新增一个规则 其中的话 这边前面的这个 好像储存格的值什么什么 这个好像没办法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用这个什么 用公式来决定 那其实这个公式跟那个 也是有里面的函数 上面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当然等号自己打 当什么情况 等号是意思说当什么情况 当这个weekday 假设我们刚刚有用到一个函数 叫weekday 那这个weekday我特别强调就是说 如果weekday假如说他返还的值 是如果礼拜六应该是多少 7嘛对 如果礼拜天是1嘛 所以我刮斧后面需要给他一个储存格 特别注意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这个范围好大 那我该给一个范围吗 不是 设定格上的条件 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只要给一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就是从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帮你去做检查 所以你这个范围这么大 对不对 我们要从哪一个开始呢 A2开始 OK所以如果你给错了 他就会跳过前面的 OK所以我们从A2开始 其实这个A2指的是哪一个开始 等于 礼拜六的话等于7好了 如果这个条件为处的时候 他返还的 那就会格式底下 假设我今天礼拜六是 字的话是深绿色的 填满是浅绿色的 类似这样 那格式你可以自己去定一下 长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条件 我先复制一下 底下是你要变的格式 所以只有当他里面的 这个日期是返还是7的话 那才会发生按确定 试一下 那你会发现礼拜六有没有 自动填颜色的 那因为还有礼拜天 所以再次新增第二个规则 以使用公式来决定 其实设定格式法条件 使用公式来决定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你只要有个公式 你就可以去设定什么东西 要变成什么样的格式 所以我们一样把这个公式 把它怎么样 把它贴上 改一个1就可以 因为刚才我把它复制 格式的话也设计就是黄色的底 红色的字 OK 这一次像这样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自动就全部做好了 有没有 OK 可是另外同学问说 老师那怎么把它移除 其实移除很简单 这边不用清除 清除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但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要清除礼拜天好了 管理规则 这个跟这个 你要清哪一个的话 你就删除哪一个 他就拿掉了 还有说 老师我之后的东西增加 怎么办 范围不改变 你可以再重新指定你的范围 还有格式 点两下 这边也可以变更 所以如果说 你将来要去管理 你的那个相关的规则 可以从管理 删除的话 是整张工作表 规则可以把它删除 那第一个我们就解决了 就是 我可以 把那个礼拜六 礼拜天格式了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就有同学问到 那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 下面再帮我 插入一列 下面再帮我插入一列 可是呢 我们总共 假设有31 理论最大 31 那我岂不是要插入31次 才能够达到我要的结果 还有呢 插入列之后 我希望那个列高 能够再调整一下 比如说调整到 大概至少 也许 理论上这样可以调 大概60个像素 50像素左右 那要怎么做 甚至还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一次插入两列 做完 他说 可以啦 可是问题 这个地方 最好的方案 还是我想 图管列应该还是太慢 最好怎么 写一个VBA程式 两下就可以把它做完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设定格式化条件部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部分 好